2018年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成为动物福地 许多国宝宝宝在广州出生 其中作为广州首批子二代熊猫 龙仔和亭仔于2018年7月相继出生 在保育园24小时照顾下都茁壮成长 据介绍刚满半周岁的龙仔和亭仔 在迎接熊生第一个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 也正在经历熊生最神圣的 换毛色变生大人模样的关键时刻 1月30日记者见到这两头圆滚滚的小家伙 据介绍龙仔现在体重已达13.25公斤 褪去出生时的粉嫩毛色 变身为换上标准黑色马甲的小帅哥 活泼好动的龙仔让保育园工作难度大大飙升 原因一是龙仔生长发育非常好 二是跟妈妈龙龙小时候一模一样 十分调皮好动 一刻都不消停 特别享受自娱自乐玩耍的乐趣 他在妈妈隆隆的带领下 早就不止会走路 还会四处跑动 爬速更是他的拿手绝活 而亭仔在饰养员的帮助下 刚刚成功矫正碎脂 发育同样不甘落后 体重达到13.15公斤 几乎赶上大二十几天的哥哥龙仔了 但是亭仔就要文静得多 呆萌的气质更加惹人喜爱 负责照顾他们的保育员还透露 这两个小家伙不仅健康成长 性格也已经非常鲜明 龙仔相对要淡定大气一些 那亭仔他要凶猛一点 尤其是对我们饰养员 那龙仔进去的时候 我们要进去的时候 龙仔会追逐我们 让我们跟他玩耍 那亭仔也是追 但追的结局 他会抱着我们摇我们 有时候他要不高兴或者怎么样 我们稍稍靠近一点 他会很凶的我们 随便大吼一声扑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完全展现了他的性质特点 然后再一次